曹操能够在三国时期掌握大权,建立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,并最终成为三国时期的主要势力之一,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,政治才干,曹操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才能的人。 他能够亲自治理各地的政务,并且能够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,使得他的统治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支持。 军事天赋,曹操是一位出色的将领,他能够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军队,并且善于运用各种战术和策略,在多次战争中获得胜利,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 统一战线,曹操善于拉拢人才,他既能够亲自招募和培养人才,也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和金钱收买其他势力的人物,从而使得自己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大。 政治联姻,曹操也善于利用婚姻关系,通过与其他有势力的家族联姻,巩固自己的地位,同时也能够获得其他家族的支持和帮助。 综上所述,曹操能够在三国时期横扫一方,主要是因为他有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军事天赋,善于组织人才,掌握政治和军事力量,以及利用联姻和拉拢人才等手段,巩固自己的地位。